玉璃镇长梁发展协会 今年再次的和玉西地区农会等单位合作 办理了拔萝卜活动 民众不仅可以夏天拔萝卜 还可以DIY来再次的展现农村的风光 民众俐落的用小刀将萝卜的叶子一片一片切除 这里是玉璃镇长梁里的萝卜田 旁边还有美丽的黄色油菜花田 景色相当优美 长梁社区发展协会 今年再次与玉西地区农会等等合作办理拔萝卜活动 民众不仅夏天拔萝卜还能够DIY在线农村风光 我们在长梁里办一个拔萝卜的活动 那这种活动希望能够将我们农村的风光 一起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也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拔萝卜 来自高雄的民众带着孩子一起捡起固馆 来到农田区来拔萝卜 小朋友第一次拔萝卜非常开心 又行动 做了好久的从高层来 长梁采卜萝卜 大广州 我很开心来采卜 原本活动应该是1月31号来举行 不过花莲县议会副议长 潘月霞就带着他的朋友先赌为快 总干事表示希望民众 31号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现场 共享顺基 记者高雄雄一年轻松的报道 好